欢迎收看今天的快讯 大家好,我是龙明 新闻二手方面 讲到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我们听到最多的可能是阿斯利康 其次是强生 以色列卫生部门星期日表示 他们正在研究 接种过辉瑞新冠疫苗后的人当中 发现心肌炎病例 以色列的一项初步研究显示 在超过500万接种疫苗的人之中 发生几十种心肌炎的病例 大部分发生在第二剂之后 协调员说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比例是否算高 以及是否与疫苗有关 根据报道 大多数心肌炎病例 发生在三十岁以下的人群 阿斯利康卫生部门正在检查 发病率是否可以归咎于疫苗 他说 确定这种关系将很困难 因为心肌炎是一种 并没有发病征的疾病 可能是由多种病毒引起 接受路透社详文的辉瑞公司就表示 他们正和以色列卫生部门进行定期接触 以审查有关其疫苗的数据 该公司表示 他们已经意识到在以色列观察到心肌炎病例情况 主要发生在接受辉瑞 Biotech疫苗第二剂后的年轻人当中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纳达夫·戴维多维奇表示 即使确定了心肌炎病例 和疫苗之间的相关性 也没有足够的严重程度 可以停止接种疫苗 他说 这是值得研究的情况 我们需要等待最终报告 但在中期分析之后 似乎由COVID-19患病的风险 远高于接种疫苗发生副作用的风险 疫苗接种后心肌炎的发生是暂时性的 目前 以色列大约900万人口之中 已经有超过53%注射了两剂新冠疫苗 有医学专家表示 以色列距离群体免疫的目标不远 更多更详细的新闻讯息 请留意今晚5点更新的今日快讯 再会